各位全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今天的助长教练刘教练 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聊太极拳的积极格斗功能 这个好菜来 那么反过来 我给你再好的材料 给你澳洲大龙虾 给你猫牛肉 给你很好的这个物质 你没有一手好的厨艺 你可能也就坐出来一桌子 难以下燕的菜 这个就是说明你的记忆和材料 它是同等重要的 武术上也是 那什么是武术的材料 什么是武术的材料 在古代武 武侠小说里 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词 说是悟性 比是一块练武的材料 那么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首先 就是说这是人先天方面的东西 这个人的肌纤维含量高 对不对 肌纤维含量高 它的力量就大 当然那有人非抬抗说 说这个力量可以练出来 那我告诉你 肌纤维含量高的人 他随便练练他的力量都很大 肌纤维含量低的人 虽然也能练出来 但是 就是一个肌纤维含量高的人 一个肌纤维含量低的人 他俩在同时努力的情况下 肯定是肌纤维含量高的人 炼的力量要大 我想在生活中 有很多的圈友 应该都能感受到这点 都能体会到这点 还有人的先天的平衡能力 先天的反应能力 还有就是说那种 真动起手来的认真的力 我们不叫他心狠手辣了 也就是一个人真动起手来 心无杂链 该打就打 该提就提 用古代的一句话说 叫什么 上场无负质 举手不饶人 真要动起手来了 他心无杂链 就是他亲爹他也敢打 这样的人学武 他能就能把一个武术的 就能把武术的积极格斗功能 推向一个极限 也能把他个人的能力 推到一个极限 这个是先天层面的 然后在这里 我还要插开点话题 当然有的朋友 可能会听到这话 有些不高兴 有些反感 那一路就说 我力量低了 我就打不过力量大的 当然这里 涉及的后面 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 还有一个努力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怎么说呢 打批说 别人先天能力比你强 但是他没有你努力 那你可能就会胜过来 当然别人先天能力有强 又努力 我们也可以承认别人的优秀 好像用抖音上的一句话说 怎么说承认别人优秀就那么难吗 该承认别人优秀的时候 我们就承认别人的优秀 好 这个话题车远了 我们再把话说回来 这个呢 我就是先天条件 第二个就是一个武术的训练系统 这个武术的训练系统 是否完善 是否符合人体科学 他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武术的训练系统 比较完善 比较科学 比较符合人体的科学 他就能把一个人的 这个积极格斗能力训练出来 而且训练的很强大 你像太极拳 就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系统 当然 我说的这个训练系统 它指的是很庞大 恐怕在很多人的眼里 这个太极拳的训练系统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站桩 套路 推手 就这三个东西 实际上不是 你要是系统的 学过太极拳 太极拳的训练系统是比较大的 那么首先说 就是基本功 像站桩 顺利缠尸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我们以前叫八字胯 也就叫 成家沟里叫 背石扣 这些基本功 然后呢 我是练套路 套路练完了 有功力训练 功力训练 像这个 太极尺 太极大根 钻大缸 缠尸缸 还有腿上两人互碰的 尘尸腿 这些呢 都属于功力训练 这个有什么呢 基本功训练 套路训练 功力训练 然后才是推手 像这个什么单推手啊 对不对 双推手啊 网划 到最后呢 这个定步推手 慢慢地变成这种 活步推手 活步推手练到最后呢 就是闪推 什么是闪推呢 就是说 大家在 不能击打的情况上 你推我 我推你 闪推过后 后面一步就可以练技法 就是把里面的一些动作拆开 来练 怎么去打 怎么用 最后进入三手训练 那我学了这么多 那你再往后面练了 它还有兵器训练 你只有照这样一个系统练下来了 你才能具备格斗能力 就像永春拳一样 永春拳绝对说 不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二字青鸭马 小练头啊 寻桥啊 标指啊 然后加上这个 吃手这些东西 它里面也有很多的闪手训练 就是脱手训练 这样它才是一个完整的训练系统 你才能训练出很强的格斗能力 但是现在这个武术 它有时候为了区别特色 它好像只是把这个 三个东西好像给测中了 一个是套路 一个是对练方式 就像这个太极拳的推手 永春的联手 行翼拳等等 还有一些玩意儿 反正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弄出 而它忽略了一个 本质性的这个力量速度 就是这些共性东西的对抗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想练好武术的话 首先必须加强我们的本能 就是说在这个 就像太原 你把这个训练系统完成了 你得加强功力训练 加强速度训练 加强对抗训练 这个对抗训练指的不是推手 是最后的这个三手对抗训练 你只有这样训练多了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高的积极格斗能力 你为了想指望通过这个套路 直练套路 直练推手 直练练这个简单的就是对手 你怎么来我怎么去 这些固定的技法 你想练出很强的格斗能力 那是不可能的 听我讲完这些内容 有些初学者 他就有很大的意见 因为以前又有一些初学者 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他说刘教练 我以前就是看了很多 营销手段 听了很多故事 听了很多传说 听了很多大事 最牛逼 我认为太极拳 是最顶尖的武术 是最牛逼的武术 是最拔尖的格斗术 所以我才学太极拳 但是听你这么一说 听你这么一解释 我感觉太极拳和其他武术 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我为什么还要学太极拳呢 其实刚开始遇见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很困惑 后来慢慢的 我就把这个问题给想通了 其实我们人在这个 身在这个市场 你做什么事 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你想怎么说 吃的苦中苦 换为人上人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个东西 它都是非常吃功夫的事情 你想去 不管你练什么武术 不管你练什么什么 你是练行义拳也好 你是练八卦掌也好 练大乘拳也好 甚至你练拳击 你练散打也好 你都要去付出很大的努力 你才能获得成果 你都要找对方法 你才能练出来的东西 那么想明白这个就是说 你不必一定说要练太极拳 你去练行义拳也可以 你练八卦掌也可以 你练散打也可以 但是都要讲究什么东西 第一 你要下苦功 不下苦功不出功夫 第二 方法要正确 方法不正确 这个功夫也很难出得了 而且你即使是学其他拳术 他里面也有很多这么的营销手段 例如说八级圈的李树文 那都快成神了 说他一辈子打死几百人了 还有这个大政权王湘斋 那吹德说是当年游遍天下 好像就遇见两个半对手了 那就是说他游了一圈 就只有两个半 只有两个人能跟他打平手 一个人能跟他切磋切磋 就是说在任何流派里面 他都有这种牛逼在吹 那么从学拳上讲 就是说 总结一下 你不管学习任何拳 你都要找对方法 努力 那至于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这个阳式太极拳了 我们在这里就说一个事情 因为练其他旋理会 听说过有很多练坏身体的 比如练成事太元 有些人这个胯松不了 不能松胯 不能立身中正 他歪来歪去要干 他不知道转胯 他从这转 他从这转 结果把膝盖给转坏了 这个就是方法不正确 还有练八级圈的 把这个亨哥们练伤了 这个说话喘气里面都痛 那有的练劈胯圈的 把这个腰背筋给拔伤了 就走路这样 腰挺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个练拳呢 刚多 柔少 过度用力 而且如果没有掌握好方法的话 他就容易练出偏差 就容易把自己练伤 因为这个皮革拳嘛 发力太高 八级拳也是 成事太元虽然说发力没那么高 但是成事太元松城腰就比较大 他松城腰就比较大 腰跨能赚好还好说 下时上去 下时上去 但是那有的功夫不到位 上下一起转 他就把鞋链给转坏了 这个是就是说 这些拳术 就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拳术 你方法如果掌握的不正确 老师不太明白的话 他容易练伤自己 而这个 阳师太拳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前面说过很多遍了 松手练法 他不走低下 也不过度的要求松城 他主要要求自然 要求自然就落了什么东西 就是你即使方法不正确 练不好 他也练不坏 打个比方说吧 胯松不下来 你往上蹬了 你捋下来了 你不是这么捋的 你这么捋他就容易上膝盖了 你轻着捋下来 即使你没走到腰胯上 你就这么下来了 他对你的身体 当然我们说念阳师太拳 有没有练伤的呢 偶尔也有那么两个 他有的过度去练低下的 把膝盖练伤的也有 还有的就是说 一个肩硬往上手 把这个肩拉伤的也有 但是相对于练其他拳术的 相对于练其他拳术的 也就是说练阳师太拳的 他的这个